好那么这个台东县在15号是进行了全县的AZ疫苗施打 而位在疫情热区的泰玛里以及金峰湘获得县政府补博补助的400剂的疫苗 而当地的卫生所也将快筛战暂时的撤除 供当地居民施打疫苗来使用 也预计将在6月16号全数施打完毕 台东县的疫情热区泰玛里及金峰湘这两个区域 15号当天和全县同步实施疫苗接种的作业 金峰湘卫生所获得拨补80剂的AZ疫苗 而在热区里人口相对较多的泰玛里则分配到了超过300剂 依据卫生所的动线安排及规划 两天之内就能施打完毕 目前我们这边是拨到300多剂 那事实上如果说以我们符合接种的人口数 这一次新任务公告的符合接种的人口数来说 至少有1000人以上 我们目前是设定一天大概要接种150个人以上的量这样子 当然我们这事实前作业 必须要花比较多时间去事实前作业才能够提升我们施打的效率这样子 速馈哦 谢谢 为了更有效的替民众施打疫苗避免群聚 台东县采用预约制符合资格收到通知才能接种疫苗 而民众来到卫生所也别忘了保持社交距离 户外每个人都间隔一公尺以上 而且大家都一律要戴口罩这样子 然后进来的民众我们都会先帮他量体温 确认他的TOCC这样子 让我们来这边的民众可以安心的来接种 分时段的接种 民众也不会有排队酒后的情绪 在本土疫情爆发之际 县内22人确诊就有20例落在泰玛里汉建峰 这两个区域的民众都相当惶恐 就生怕病毒悄悄的找上门来 所幸近日来台东不断出现加铃的好消息 符合资格的民众也陆续来到卫生所接种疫苗 相信再过不久就能拨云见日 记者安切伦泰玛里相报道